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第二种是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论文它的要求也比较简单 要求有一定的新的见解 能够反映出作者在导师的指导下 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就可以了 它的字数上面也不太多 大概四到五万字 像我们上海的也就三点五万字就可以了 现在好像论文越来越写越厚 很多都是七八万 甚至十几万 但一般要求就是说 你在四到五万字这个篇幅里面 能够完成一个问题研究就可以了 但博士学位就不一样了 博士学位论文它要求在学科 或者专门技术上面 做出创造性成果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核心关键词 创造性成果 作为创造性成果就是别人没有做过 你是第一个 你也可能就是做这个问题研究 这个小问题研究 那么能够从论文的写作中 反映出作者的渊博的理论知识 和相当熟练的科研能力 所谓渊博士 就是你的论文里面应该反映 把你的一切的专业修养 甚至其他的相关的人文 科研修养都能反映在论文当中 所以我们一般要看你的文献 你的文献 那么看你的参考人 就看你的知识的渊博性 你对这个学科的了解的程度 所以唐家看论文的话 首先看你后面的参考文献 你有多少影文 有多少参考文献 从参考文献就能看你 是否达到了博士论文的 这个要求的水平 所以大家在准备论文的时候 就应该尽可能地 把你的一切 你最优秀的你的知识储备 都应该放到论文当中去 显示你的这个学科的 你的知识的渊博性 所以大家平时读书就要进行积累 你把你积累这些东西 能够相关的东西将来 都应该很适当地 放到你的论文当中去 来体现你对这个学科的了解 和你的这个渊博的修养 所以他因为这体验 所以就是博士 第二个呢 有相当熟练的科研能力 所谓科研能力就是 你对问题的分析的广度和深度 以及在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所应用的一些研究方法 如果达到了这个 那就达到了这个博士诺文水平 文科要求的一般是十万字 到目前来看 好像一般的至少是二十万字 因为十万字有时候 这个问题完成不了 尤其是文科的 理工科的大概十万字 就很多很厚很厚的 文科的好像十万字 基本上就是完不成理的 这个全部的原本 所以目前大概就是二十万字 二十万字意味着一本书 博士论文就是一本书 那这个里面这是比较粗略的 我这里加了一个文件 就是全国的优秀博士学问论文的 有一个评价标准 大家看一下 如何能够做成一个优秀的博士论文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格 你们是怎么要求的 这个主要是对于这个全国的 所有的文科和理科的 这个博士 这个博士 那这里有个要求 第一个大概有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你的选题和中数 选题和中数 选题中数的它的要求 选题为学科前沿 具有开创性 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较大的现实意义 研究方向明确 就是你的问题非常清楚 这个问题的研究本身 它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大家你们在 你们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始提交开提报告 开提报告就要把这些问题准备好 你研究的这个问题是否是前沿的 那么问题是否清楚 还有呢 你的这个 它的 你这个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是什么 现实意义 或者现实价值是什么 两方面都要研究 那么当然有的问题 可能它不一定完全都具有 比如说有的问题是技术研究的 它的理论价值可能很大 但是它的应用价值不一定很大 那有的呢 可能非常 比如说一些研究传媒产业的 它可能应用价值很大 那理论价值可能不一定很大 那怎么来看呢 最好的是你的问题 既有很大的理论价值 又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那是最好的选题 所以这个大家要去寻找这样好的问题来研究 这个前沿开创性 这个应用价值的主要是指的 这个对国民经济啊 技术 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个就是理工科的 这个上面是选题 然后呢 是中数 这中数呢 是一种规范 就是你所有的问题 任何问题不是凭空而起的 它都有一个前面的学科的基础 也就是前人的研究 前人的研究 有直接的 也有相关的 一般来讲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博士学位的论文的选题是开创性的 所谓开创性就是没人研究过 但是它肯定有相关的基础 直接的研究可能不多 但是相关的前人应该有很多的 不然你这个问题也提不出来 所以这个要求做的是 相关的研究的成果有哪一些 要求做出中数 这个中数要能够综合全面的反映该学科 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 归拿还要总结证券 就你对别人前人的成果 评价应该是非常准确 非常到位的这些 这是选题和中数上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文章正文部分 文章正文部分 文章正文部分 那么它的比较高的要求是 填补人文社会科学 理论的研究空白 这个问题没人研究过 在本学科领域达到或接近 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 运用新视角新方法进行探索研究 有独到的见解 并在相应领域获得突破性成果 探索了有价值的现象 新规律提出了新的命题 新的方法纠正了前人的重要问题 提法或者结论上的错误 从而对该领域的科学研究提出了重要的 这个起了重要的作用 创造性的级的智商科学和工程基础的问题 这个后面是理工科的 所以这个呢是从不同声音 就是你的选题本身非常重要 选题本身的它的价值非常重要 这个大家看呢 几乎是填补空白了 还有纠正前人的错误了 这个后面我们具体呢 在具体问题中还可以给大家来提供一些参考的 这个依据 除此之外呢 还就是你的成果 那么他要求呢 在校期间 就在国内 国外及国内的重要刊物发表 与论文有关的 若干篇文 那些出版专注 就是你这个论文完成的同时 你的前期成果都发表了 而且不是一般的杂志 是重要的杂志 所以像你们大家 你们要准备开题 就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已经有成果出来 已经有成果出来 至少是相关的成果出来 至少是相关的成果出来 甚至你出了书更好 出了相关的书 像我的那个 第一个博士吴小坤 他在他的博士论文完成前 他就翻译了一本书 在他毕业之前就已经翻译出版了 那个是他论文当中的一部分 就是一个相关成果 你要有这样的一些准备 有这样的一些准备 这样你就可以有资格去参加 优秀的博士论文 评选 这后面还有很多 我就不再叙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第二点 还有就是在论文的含量上面 论文的知识含量上面 论文的知识含量上面 他讲的论文能够体验本学各级相关领域 兼实宽广的理论基础 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所以戴老师跟大家开了一批书 所以你在写论文之前 你把那些基本的书不看完 大概一二十本书 这都不看完的话 你这个论文很难有什么理论修养 参考文献都列出不了几本 术语都不会用 注释没几个 这个论文本身就说明你的质量不高 所以好的论文 大家看到的 一定有宽广的理论基础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就读了你的论文 就能学到很多这个专业的东西 这个大家一定要 你们准备的时候 就要从这个方面去考 要能够在你的论文当中有非常充实 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 从你的论文处处都能学到东西 都能看到这个理论的面貌 这是好的论文 还有一个是方法上 前面是理论 后面方法上 方法上面有分析方法科学 引证资料丰富准确 论文的研究难度大 研究深入 体验出做的具有很强的读力 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博士论文都是自己独立完成 导师就是跟你帮帮忙 那么跟你一起讨论讨论 几乎所有的研究功能应该都是自己做 都是自己做 这是内涵上面 最后呢在论文的写法上面 论文的写法上面呢 它也有比较明确的要求 说论文材料详实 结构严谨 推理严密 逻辑性强 文字表达准确 流畅 学风严谨 语言表达准确 层次分明 图表规范 学风严谨 善于总结提炼 语言表达范 这些都要参与你的论文的评价和打分 这个标准呢 跟我们的你们大家将来的你们的论文提交的那个检查一样 这是分解到每一项 每一项里面会有指标 然后专家给你打分 按照上海大学的要求的话 这每一项里面都应该在B以上 如果有哪某一项跟你打到C 就意味着你这个论文被关掉了 你得要重新效果 要重新来 这一次的答辩就 申请就无效 至少要过三个月或者半年再重新申请答辩 所以这每一项 大家都要去做 它不是说 总体看还可以啊 那不行 每一项都很可以 都要在B以上 出现一个C C就是60分上项 这个就不行了 就意味着你的论文不合格 不合格 所以大家你们在写的时候就要注意 它是每一个细节 你都要达到博士论文的水平 我就说啊 总体我这个论文选题还不错 其他随便弄弄算了 不行的 每一个细节都要把它弄得非常的完美 这才能达到博士论文的水平 好了 那这个是 那这个要求大家看的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是全国的优秀博士论文 全国每年只有一百篇 文科一百篇 理科一百篇 这个难度很大的 上海大学毕业了那么多博士 反而有史以来大 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人评过优秀博士论文 都是功课的 好像是徐宽吉的 他的两个博士得过 其他任何老师的博士都没得过优秀博士论文 这个难度很大 这个传播学里边得到优秀博士论文的 好像只有桑汉奇老师 还有彭斌老师的博士得到过 首先他们当然是名师了 因为这个名师很重要 在名牌大学也很重要 这个非常关键 当然他的研究的问题也很重要 但这个老师的 他的优秀博士论文好像拿到之后 这个导师 他以后招生就不用考试了 他的老师自己就可以说了算 他认可就可以了 好像考同病老师的博士的话 就考考外语就可以了 他的学生不用考试了 就提交一份研究报告 研究计划 博士先怎么研究什么 童老师说可以了 就可以了 不用考试了 所以 但是给他 这个老师的 他的水平得到了一个 同行专家所有的最高水平的认可 他朋友的博士应该没有问题了 然后呢 还会资助 好像应该是一百万 获得这一个 优秀博士论文的学生 会得一百万的奖金 这个奖金是一个额度 是给他进一步科研的一个资助 会要拿其他的票据去报道 不是说一下就打到卡里面了 是给他一个一百万的 一个研究经费的支持 所以希望大家 你们每个人 你们还有计划 我已经没有机会了 那希望大家 你们要朝着这个 优秀的博士论文去 去努力 然后在上海 也要更难一点 因为我们的学校弱 名气没有那些 985的学校厉害 但是只要大家 你们确实博士论文做得好 一样有机会 对吧 徐匡迪 他的博士就有机会 应该还是有的 好了 那这是关于 这个 怎么样完成博士论文的 大家看呢 要真的确实你的论文 达到这个水平 那确实就名副起着 你的这个博士 这个 这是 开场白 就是说 大家如何来认识自己的身份 或如何要去做什么事情 完成这个博士论文 那我们下面讲应该是正式的问题 怎么样建立对学术的认识 怎么样建立对学术的认识 刚才讲的那么多 其实都是学术的要求 那个博士学术论文的 已经全是学术的要求 那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 学术的那样一个水平 或者进入到这个学术 因为严格来讲 刚才讲就是 只要是博士 他应该都是学者了 你获得博士学术 你就应该是学者了 怎么样才能去做个学者 怎么样才能去做个学者 怎么样去做学术工作 这个应该 它有些内涵 我把这些内涵 跟大家介绍 大概有这么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 学科范式 研究方法 学术话语 学科理念 学术创建 学术传统 有学术态度 还可以做学者 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个学术值 就是专门的学问 专门的学问 是对存在物 及其规律的 学科化的一个认证 是一种高等研究 也只进行科学研究的 进行研究的这种科学 科学群体 所以在英文当中 和开德米亚这个词 就是指着 高等教育 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 这种科学文化群体 所以有时候这个词 也指着学术界和学术 它是相关的 而开德米亚这个 就是指着知识的累积 所以到了做学术 它实在就是一种 有渊博的知识 有一种体现 那么它的具体的内涵 应该体现在诸多方面 我这里稍微列了一下 应该严格来讲 还不止这些 大概我想的 最下面的这些部分 应该指着 比较核心的内涵 比如说 对学科范式的了解 研究方法 学术话语 学科理议 学术创建 学术传统 和学术态度等等 这个要了解这样一些内涵 就掌握了如何才能去做学术 做学术工作 先说一下学科范式 这个词现在很流行 一讲到某某某某学科 无论是大的小子 就是要去熟悉一种范式 或者是建立一种范式 这个范式这个词呢 说起来很学术 好像很阳川白雪 其实简单的来说 就是一种模板 一种框架 或者说一种模式 或者一种模式 它有很多种表达 有很多种表达 那么提出这个概念的呢 是美国的哲学家 叫托马斯·库恩 我把他的照片 来这么找出来了 大家可以把他的这个 英文名字记下来 这个人 他在这一本书里面 叫做科学革命的结构 他在这本书里面的首次 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 他讲的范式就是一个 公认的模型和模式 所以大家 我们学的是传播学这个学科 你就要了解 整个传播学的这个学科 整个学科了解了 你就了解了这个范式 了解了这个范式 这个 但是呢 这个库恩 他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 这是一个简单的概括 那么他对这个概念呢 也没有做出特别详细的解释 那么当后人根据他的 这些理解呢 又有很多的延长和发挥 那么长和发挥 详 ella